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节数学课 我给你们解析一下 这次考试数学件的问题 对啊 这不是我的卷子啊 交卷了 交卷了 不准写来 从最后一排往前传 赶紧的 快点 快点 是我那天忘记写名字了 老师 怎么了 那个 我的试卷弄错了 这不写了你的名字吗 怎么弄错了 我交卷子的时候 忘记写自己的名字了 这上面虽然写的是我的名字 但这一道题都不是我写的 所以会不会是其他同学弄错试卷了 有哪个同学拿错卷子了 没有 这没拿错卷子这不是啊 这个真的不是我的呀 你赶快坐下 这次的成绩太差了 下个来办公室找我 下次一定要努力好好听讲 坐下 我们接着再看啊 这道题啊 它的第一问 弹数fx的最小周期 及最直 这个题呢很多同学都做错了 现在我给大家解一下 谢谢 这个一 你考多少分啊 首先是c 二分之二个四 这不是我的卷子 没有你到底什么写的 下 三 三十八 我还考虎十二呢 加 三分之 你完全没有抓住重点好吧 那你找找 找找去 最小正周期 为四拍 啊 把卷子从后边都传上来 等到家长会的时候 再发下去 啊 声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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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儿人声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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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爸 爸 班长 干吗呢 没 没干吗 那明天你和老师说吧 别 别 别 班长 我 我告诉你 但是你能不能看在 咱俩是同桌的份上 你给我保密啊 好啊 我的卷子被人偷换了 我就是想溜进去 找一下我自己的卷子 那你干吗不直接问老师啊 上次我和陈衣木那事 我在老师那儿 应该也没什么信誉吧 也对 反正我就是想溜进去 找到我自己的卷子 那我自己打过的卷子 我肯定认出来吧 包括字迹 我肯定也认出来的吧 就光丢花之下 谁那么大胆 乱偷换卷子 你 你不会 又想说我爸爸 那我夸你聪明 也不用 你只要不公众 我就谢天谢地了 行啊 那你慢慢爬吧 这倒是没开我笑 你 你有钥匙你不早说 快点啊 那个 班长 你怎么会有办公室的钥匙啊 老师给的啊 方便办事吗 果然 班长的在于就是不一样了 你 你还愣着干吗 找事件啊 哦 哦 对 这样 我记得 我当时最后一道大题的时候 是画了重写的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心的 张童 还有人吗 班长 怎么办 怎么办 是吗 好像是从这边来的 成功 站住 站住 林兴辰 林兴辰 总感觉在哪儿见过 林兰 赶紧 移开 为了 杀 入 cla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童啊 你这次考试 其他课怎么都那么低呢 都不及格 这次家长会你父母会来吧 嗯 老师呢 到时候和他们好好聊聊 你去吧 等一下 去吧 何老师说了吗 还没呢 我刚到办公室门口 就看到张童 何阳老师在说话 你说他不会恶人先告状了吧 他先告状也没用啊 那不一定啊 毕竟数学卷子的笔记 也不如那么好认出来 不行 我还是得找杨老师说清楚 林星辰 干吗 我 我承认 确实是我拿你的卷子 好啊 那我们去老师那里 把话讲清楚吧 不行 我不能去 能不能就这么算了 算了 六十二分 好歹也算及格了吧 如果这个分数 我爸是不会原谅我的 再说 如果这件事情 被班里的同学知道了 估计我就没法待了 算我求你了 原谅我这一次吧 真的不能被我爸知道 不然 我在那个家里 就更待不下去了 待不下去了 一下子也说不清楚 总之拜托你了 好 我以为你隐藏发黑 脸色发青 难道 还真没那个动药 才说错吗